哈喽 大家好 本期视频是这个FF760帧试玩了 这边看到是城镇里60帧 然后开的暂时是最高性能档25华左右 我们这边用优化系统是能贴到这个中高性能档 然后它的主屏就会锁在2800以下 然后看这个瓦数现在到达了一个18瓦左右 就可以延传个续号 然后这边是一个AMD锐化 使用方法看我的主页啊 担心你要找到这个真正的游戏运行目录啊 这个游戏目录不再更目录了 所以这个exi 或者你开这个进程 找下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我这边就直接演示一下 城镇里跑动一个大致的帧数变化 这边是要使用个土豆级电脑的优化 呃 末的吧 是吧 用了优化是够 这个帧数就能打到稳定60啊 城镇里也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核显116也可以稳定60 然后是这个TDR核显检测变量啊 之前也有人说过这个东西 然后我这边就试了一下 好像是有用啊 因为我用下来测这个蝎子的话 不用的话是有机率卡死的 用了之后测了好几遍 四五遍都没有卡死 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这边也分享在网牌里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 看一看 之后就是直接打这个蝎子这个流程 我这边 不会太多干预之后 可能会挂挂机啊 让他今天打的时间长一点 因为这个是玩这段的话 之前是有两次闪退都在这里啊 还有好多人 应该也是和我一样在这里闪退了 所以说特地 我挑了这个来演示的 因为沸腾气势是 但是他的闪退不是特别频繁啊 我以前玩的话 好像半个小时左右才有可能会闪退 所以说演示起来也是有点麻烦 没法找到一个很固定的闪退点啊 应该还是核显卡顿凌针 就和以前断住了 他会突然卡顿一下 然后 导致了闪退 然后那个发闪退的那个机制呢 就是 他本来是检测你两秒钟 核显暂停了 他就会 暂停住 然后你就 游戏就闪退了 现在就是把这个检测关掉 不管不管核显怎么跑 他都不会 呃 凌针导致这个闪退 之后就是一个演示 大家 看看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Pleasur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看下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看下来 aí 咱们对筭线栏目 两个星辰目 想会见尽编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过分最后呢 我们要看下来 也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